她的最后一首歌是穿着婚纱唱完的 她说 我不是首次穿婚纱 不过没有一次是属于我自己的 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她又说自己是幸运的 拥有这么多爱自己的人 可以嫁给音乐嫁给歌迷 这是2003年11月15日 梅艳芳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她以一种优雅而伤感的方式 向所有人道别 这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 是《夕阳之歌》 开唱前她说 我老是觉得夕阳和黄昏都十分漂亮 但十分短暂我们应该珍惜 更加要争取在身边所有的事 否则瞬间便一无所有 就在沧桑的歌声中 穿着白色婚纱的梅艳芳走上台阶 对着所有人说了一声拜拜 很久很久以后 人们才想起梅艳芳以往的演唱会都一一声 晚安结束只有这一次她说了拜拜 这场演唱会结束45天后 2003年12月30日 梅艳芳因宫紧爱病逝年仅40岁 1963年10月10日 梅艳芳出生于香港旺角 是家中的老妖 由于父亲早逝 全家四个子女仅靠母亲经营 破旧的锦霞歌舞团维持生计 家境十分久困 小小年纪的梅艳芳 深受影响四岁半便踏上舞台 于姐姐在当时香港最大的游乐场 丽媛登台表演 在丽媛的舞台上 她唱卖花女唱卖韭菜 唱唐山大兄这些与年龄极度不符的歌曲 在她的口中唱出怪趣又心酸 13岁时梅艳芳开启了辗转歌厅 夜总会卖唱的日子 每天一唱就是十个小时 以至于喉咙都长出了茧 她后来回忆说 人家说我有女强人的外壳 是因为我从小已经见惯了人生的复杂环境 无形之中自己建起了不少墙 1982年 TVB举办了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参加人数超过2000人 在最终的比赛舞台上 当19岁的梅艳芳迈着轻快的舞步 唱起徐晓凤的名曲《风的季节》时 全场都被她低沉而富有节奏的歌声震住了 作为评委的黄瞻赞叹不已 当场说分明式的天才 就这样梅艳芳凭借第一届 新秀歌唱大赛冠军的头衔从此踏入乐坛 虽然梅艳芳以酷似徐晓凤的低沉嗓音闻名 但她的表演风格明显与前辈们大不相同 当时大火的徐晓凤、珍妮、张德兰等女歌星 她们演唱时内敛柔情 而梅艳芳举手投足之间 竟是披拟一切的自信和张扬 这份张扬在其他女歌星身上从未见过 她来自于梅艳芳十多年来的舞台演出经历 深入骨髓 更大胆的尝试在梅艳芳进入歌坛后出现了 她的一首坏女孩尺度大的让人惊讶 在她之前从来没有女歌手 展示出这种充满野性的形象 不少人都说梅艳芳的歌教坏小朋友 但吊诡的是人们一边骂一边情不自禁跟着唱 1980年代的香港乐坛梅艳芳独领风骚 流行乐坛多了一种可能性 美国时代周刊 曾将梅艳芳评价为东方的麦当娜 而梅艳芳从不满足于任何一种固定的形象 正如媒体所评价的那样 她唱过坏女孩的叛逆 也唱过《似世故人来的典雅》 唱过《烈焰红唇的性感》 也唱过《梦里共醉的》 传统 她的风格是中国与西洋的结合 仿佛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 在电影荧幕上摆遍的梅艳芳也堪称芳华绝代 1988年她与张国荣合作烟制口 出演如花这个角色 荣获金像奖 金马奖等四个最佳女主角 电影中如花有很多种样子 浓妆淡妆 男妆梅化妆 如梦如幻月 若即若梨花 而现实中梅艳芳也像如花一样 拥有千百种姿态 每一种都让人着迷 梅艳芳一生珍惜朋友交友广阔 她在娱乐圈里是公认的豪爽与仗义 她说过一句话 假如问我到了百年归老那天 有什么可以带进棺材 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真情 正因为这种真诚不爱狭疑的性格使她成为 演艺界尊崇的大姐大 曾志伟曾半开玩笑地说 如果你想找人借钱又不想还的话 那就找梅艳芳好了2002年梅艳芳在庆祝入行 20年的纪念节目上对大家说 我在娱乐圈闯到20年 四个字概括 友情岁月 除了关心身边的人梅艳芳还尽己所能 去关注更远的地方更广泛的人群 1993年她与成龙许冠文等人 发起成立了香港演艺人协会 这个协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慈善团体 在种种天灾人祸上 把两岸三地的艺人团结起来一同筹款 多年间她有空便奔走各地进行慈善演出 为孤儿院养老院募集善款 2003年非典时期 身患癌症的梅艳芳对外界隐瞒病情 亲力联络各界人士 组织演艺界明星全力发起茁壮行动合一 99慈善音乐会最终筹得2300万元善款 帮助那些因为非典在生活或 教育经费上出现问题的病人家庭 但那一年梅艳芳自己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2003年12月30日 当所有人都以为黑色2003马上要过去 即将掀开新一夜的时候 却猝不及防地收到了一个悲哀的消息 梅艳芳病逝了 大家都说香港的女儿永远地离开了 40年人生从草根到成名艰苦打拼锐意进去 最后不忘回馈社会 梅艳芳的一生就是一个香港腾飞的故事 她生前曾在一场演唱会中说 如果有一日我离开了舞台 有多少人会记得梅艳芳这个人 我只希望大家在某一晚抬头望向天空 看见其中一颗星星时 会想起曾经有个很熟悉的名字 一个曾经为你们带来一点欢乐的人 她的名字叫梅艳芳 而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依然有很多人在问 香港还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梅艳芳 她的名字叫梅艳芳 她的名字叫梅艳芳